住戶與鄰居們聊天 不過表情顯得格外凝重 因為在新北市新店的中正社區 原住民專案出租住宅 有十九戶在八月三十號 收到新北市原民局發函說 不符合承租資格的條件 全戶綜合所得收入平均 每人每月收入高於新北市 最低的生活費用 新台幣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二 乘以兩倍 不符合中低收入戶的標準 請在一百零一年九月十七號 提案提出說明 與其為辦理者 事同無意續約 居民憤怒地說 就連高齡八十歲的阿公 也收到這份韓文 族人感到莫名其妙 因為他們當時搬遷到中正國宅 是因為他們是列管有案的 違建拆遷戶 並不是因為中低收入戶 當然我們心裡都會緊張啊 為什麼把我們弄得這樣子高收入戶這樣 這都不能歇 擔心要住哪裡 我到底要搬到哪裡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從花蓮過來的 我們也沒有什麼宅展 也沒有土地在這個台北市 我們要住哪裡 佩格政府要興建快速道路 原本住在修廊橋下的西原部落的族人 從此之後就搬遷到現在的 新店中正社區專案住宅 新北市原住民出租住宅出租 以及管理要點第六項 出租對象是列管有案的違建拆遷戶 為優先 第二是新北市無自由住宅的低收入戶 第三新北市無自由住戶的中低收入戶 律師說原民局突然發函給住戶 讓住戶來不及應對 並且認為原民局也根本就沒有重視 這些拆遷戶的原住民住戶 列管有案的拆遷戶 其實他已經符合這個要點裡面的 優先承租戶的資格 那其實你回到這個要點來看的話 他根本不需要符合這兩個標點 他本身就有優先承租權 所以我覺得原民局 就這一點的處置上面 似乎跟法令有點干戈的地方 住戶表示 其實不只是有新店的中正國宅 有這樣的問題 民眾到底要相信誰 律師表示原民局應該要通盤 做整體的規劃 因為讓住戶感到沒有保障 記者 馬耀星 新聞是板橋採訪報導